83. 山頭日報 護紙逐漲4000點得以復失兩市近1500隻個股漲停 2015年7月14日財經07兩市週一早盤延續上週五漲勢 雙雙高開,稍回調後積震盪上行 護紙半日漲2.28%,創業版紙半日漲5.08% 午後股指總體維持震盪格局,兩波小福拉星後尾盤回落 截至收盤,護紙漲2.39%,報3970.39點 4000點得以復失,深淨城紙漲4.78%,報12614.16點 創業版紙大漲5.8%,報2683.07點 各股方面,兩市約1500股漲停,55股逆市下跌 板塊方面,保險、銀行逆市下跌,其他板塊則全線大漲 業內人士表示,上週後兩個交易日市場上演的集體漲停勝方 C.A.股扣足市場底的有力一步,而政策底在央企增持股票 兩行緊急聲明支持向正金公司提供流動性等消息支撐下 也是越來越明顯 總體看,目前市場正一步步從暴跌中走出 股值底、政策底和市場底已扣足了初型 投資者可以重點關注金融、醫藥等業績價為穩定 股值水平合理板塊中被挫殺的相關個股 從市場方面看,在反彈力度上 參照國內外的股市歷史運行規律看 一般經歷超過30%下跌之後 在市場真正企穩後往往會出現漲幅至少60%左右的反彈 就目前情況看,大盤已有其穩的跡象 隨著相關舊市措施的進一步出台 市場恐慌情緒蔓延將會被指著 投資者在認清潛在收益高於潛在風險後 資金將會逐步回流股市 而行情也會積力反彈 新華網